其實香港民主運動發展了這麼多年 現在在一個最黑暗、最低潮的時期 我們支持民主、封鎖民主的人 應該每天都走多一步 重量走多一步 但是特區政府今次政治檢控 我們人民力量這一班 希望在民主運動和平理性之下 走多一小步 堅持多一點的理智的政治打壓 其實除了要嚇倒我們人民力量 希望錯我們的市民之內 亦都是對香港的市民 香港參與民主運動的朋友 一次很大的警號 如果香港市民見到我們人民力量 連立法會議員都會被人抓 因為這樣而略而驚的話 以後他們就只是停留回禮 那些所謂偽民主派的 憑禮如儀式的示威遊行 香港的民主運動是不會再有寸進的 所以希望各位市民 今天很感謝所有人民的支持者 好… 有138位和我們一起 避免亦都無怨無悔無懼 今天亦有很多朋友來支持 我們要再一次向他們致敬 希望大家堅持坐底 就算我們被人抓 就算他們說到最差的要坐牢 大家都不會放棄的,是嗎 是…